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每一次上课我都会把它录制下来 并且放在YouTube的清单 而且会做一个清单出来 那我们上个礼拜 上的东西都在这边 反正我只要反左过必留下痕迹 对 一定的嘛 所以像我录影这件事情 我也做了大概十多年了吧 大概应该十五年了 所以我十五年前的声音 还有影像都还保留在YouTube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到我YouTube的频道里面看 大概2006年有YouTube开始 我的影片就已经上架了 所以我截至到目前为止 我大概丢了超过两万个影片的有吧 OK 不敢说啦 不过应该也找不到第二个 我不知道啦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因为我的习惯是我想要上课我就录影 上课我就录影 这个变成我的一个固定的习惯了 OK如果上课不录影 我觉得好像少做一件事情 OK 对 部落格的YouTube频道 那另外以前我也会写部落格 所以是一种习惯问题啦 不过 以前比较积极一点 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力 现在比较喜欢 稍微闲闪一点 有一些调剂一下啊 比如说去旅游 哦 刘伍春 好玩吗 刘伟春 超好啊 无敌好玩 真的吗 调剂一下啦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可以追求 但是你要追求之前啊 恐怕你要先把你的经济部分先顾好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好的经济基础 你才有办法去吃喝玩乐吧 啊 什么 啊 什么 嗯 那 再来的话我们今天啊 就是大概把后面 前面讲拆数字游戏吧 一到二十 所以你们自己变化 所以题目给各位 但你不一定拆 一直拆 你可以有的次数限制 还有Mind CR 我刚刚讲过 甚至呢 我这边有提到有个VBA啦 其实不管是VBA 或者是你以后有Java 你也可以改嘛 如果你们有学过C Sharp嘛 或者C++嘛 或者是PHP嘛 反正现在 如果以后你们到业界去工作的话 其实说真的 他都不一定只是限制你某一个语言 而且客户端呢 他要的东西其实也不见得说你只能用某一种工具 解决他的问题 反正他要的是帮我把问题解决就好了 他根本也不会管说你用哪个工具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相通 也就是说如果 反正客户要什么 我们就转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像现在台湾还蛮多人用 E-Sale里面的VBA 你要转还没关系 我就直接给你E-Sale就好了 为什么E-Sale直接给你就好了 你也不用来炒我 反正你转你就可以转了 你也不用安装一些有的没的 但Python不一样 Python你可能要装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还要 当然你可以install 把它包装起来变一个EXE 但是还是相对的比较麻烦 因为如果他环境里面可能没有灌Java的话 也可能会转不起来 OK 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再搭个几题的证照题 302 304 306 后面有308 310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就读取外户成绩 不过第一阶段我们是把成绩用input 一个一个的input进去 不过input你会发现 输入几个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最后要打个-1 一般的习惯当然就是如果已经有打好 或者你在别的地方打好 你可以汇进来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变化就是 从外部读取那个档案 也就是说如果你先把它输入到一个 一个记事本一个资料里面 中间加逗点 然后你可以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再放到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我一直强调 资料形态里面串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熟悉串列的话 以后外部的资料包含档案资料库 或者网路上面云端上面的资料 你要放你没地方放 如果你不会串列的话 那等于你就没有地方放 OK 所以要怎么样把资料读取 另外放到串列里面 这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另外的练习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就是到我的云端上面 云端还记得吧 GOO.GL 斜线 NCU Python 你就进到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的话有一个档案叫Member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这个就是我把它放在网路上面的一个TST 里面就是有这些资料 你会发现我们上个礼拜是一笔资料 那现在的话是很多笔 它还包含它的栏位名称 然后它第一笔资料这个人的名字 里面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包含编号姓名生日血型手机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做什么呢 希望能够把这个资料 第一个请你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把它下载成TST OK 我们先用TST 当然你可以下载其他格式 不过在Python里面当然 TST从文字开启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个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我这边已经有下载 下载到这边的话 你可以在资料夹中显示 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Member 打开来就是这些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直接在Python里面开启的话 要怎么做 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说你开启你的Eclipse 然后并且把这个Member 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如果你要把它丢过来的话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要不就是你按右键 这边它有个Inport 它可以把它什么 Inport进来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复制贴上 比如Copy Pants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拖过来 对啊 最简单是这样 拖拉就可以了 Eclipse有支援 但是有些开发环境没有支援 这个是有放开就可以了 或者你那边复制这边贴也可以了 反正大概这样 那打开来这边就可以开 但问题是我要怎么样写一段程式 所以待会也许你有一个新的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也许就是 我这边有一个Module名称 就是读取会员资料 这个 里面的话程式大概就是 其实大概就写个几行吧 大概就写个四行吧 其实这个地方还蛮简单的 然后把它直接Run一下 你会发现资料就过来了 OK 其实Python在开档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你一样跟他讲 你的档案在哪里 然后你的档案存取模式就是 R就是读取 但是会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因为微软的Windows 预设的环境它不是UTF8 它不是InuitCode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档案 你可以打开它之后按定存新档 你可以看到它的编码方式 有没有 当然微软它预设是这个 叫ANSI OK 其实在台湾是BigFi OK 可是可能在大陆可能叫什么 GBK还是什么的 GBK OK 可是问题现在除了微软之外的 其他软体公司 大部分都采用UTF8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很容易造成乱码 就是如果你在读取的时候 没有告诉他说 请你用UTF8的这种编码方式 开启的话 那它就是乱码 这种现象蛮多的 比如说像什么 比如说你的环境是Windows 然后你在上面写什么PHP 或者是MySQL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你就很容易就变成乱码 为什么 因为你的来源可能是Excel Excel可能编码方式是这个 但是问题是PHP跟MySQL 或者Python等等的其他的软体 都是UTF8 你编码方式不一样 就造成乱码的问题 所以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一律改成UTF8 就一劳有益了 OK 所以其实乱缘其实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那谁造成的 其实 我跟你讲 OK 就是 应该用微软 不过微软也 它有本的 因为它很大 全世界那么多人用Windows 它想说 那我这么大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呢 你们全部加起来 可能还没有我一家公司大 对 所以 那我 不过后来 他们有改了 但是微软改Unicode 但是它改Unicode 又跟别人不一样 它又改另外Unicode 就不是UTF8 还是乱码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Unicode的问题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下载这个Member档案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快速的存取 那个Member文字档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